苏瑞在进入到中国大陆福建之后 它的强度是有再为的缩小 暴风轻易缩小了 但是现在全台还是有一些震风和震雨 只不过在未来礼拜五点半的时候 就会发布解除海上和路上的台风警报 所以提醒民众到时候虽然解除了警报 但是全台的风雨可能间歇性的还是会有提醒要注意了 那么看到了在云嘉南地区 其实在整体上来说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 另外在华东地区降雨也还蛮持续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西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些 再来风浪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这个风是间歇性的阵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沿海地区 在今天其实还是有机会会吹起三米以上的浪高 但是来到了明天注意了 它这时虽然这个浪是有来的比较低一些 但是沿海还是有长浪的机会 所以提醒在海上工作的或者是要去海边玩的 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那么未来几天的降雨情况也带大家来关注到 可以看到其实在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 基本上台湾的水汽还是比较多 因为处于在一个大低压带里头 所以像是在中部中部山区等地 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那么接近山区的平地也有可能 那么来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它是一个稍微喘息的空间 水汽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 其中的范围就是在中部山区一带 所以到时候如果要去山区的也要留意 虽然这个雨可能会来的比较少一些 但是因为毕竟前几天台风过境 所以这个风雨可能会灌湿这个土壤 导致有土石的情况崩塌的情形 大家都要多加的关注一下 那么未来在礼拜二礼拜三 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西南部地区 风雨也会开始增加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未来 第六号台风 这卡努呢 就会靠近我们台湾 时间点就是在礼拜二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包含整个北台湾 以及南部呢 是吹西南风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雨势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的 只不过现在各个国家的预测路径呢 看起来是还有一些分歧 尤其是在经过了这个 蓝琉球这边之后呢 它是呈现一个天女散花的情况 但是基本上来讲 目前的欧洲模式预测 是不太会靠近台湾 而未来是持续的 往浙江的方向来进 但是还是有可能 在外围环流的部分 为北部带来一些水汽 以上就是这一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